提起在历史上盛极一时的西夏王朝,很多人会感到很陌生,由于元朝建国后,刻意不为西夏国建史,导致西夏被灭国后,一度被人遗忘了近千年,时至今日,只有贺兰山下被誉为东方金字塔的西夏亡灵,默默向世人诉说着这个王朝曾经的辉煌,李元浩作为西夏的创立者和统治者,一直努力寻求国家的独立和自主权, 他通过内政改革和军事发展,成功地在战场上击败了北宋军队,一度使北宋朝廷感到惶恐不安,他的军事成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,甚至连北宋的重臣吕一简也不禁惊叹他的威力,李元浩还成功地击败了辽国,使得宋,辽,西夏三国形成了一种三足鼎立的格局,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,这样一个优秀的人物,其人生的结尾却是如此的不堪, 为什么说西夏的国运都毁在他的下半身,这里是小豆之历史,订阅我,小豆之带你探索更多神秘的趣味历史,雄才武略的西夏王子, 1004年,李德明成为党相族首领,他把党相治理得井井有条,然后一边向辽国请求封号,一边向宋朝称臣,宋,辽两国都封他为西平王,同年,李元浩出生于灵州,党相族是一个以游牧为生的古老民族,唐初时,因起义有功,祖上被赐姓为李,封为夏国公, 后来,他们发展壮大,占据了宁夏,甘肃和陕西西北一带,宋太祖赵匡印削除藩镇兵权,引发党相族李氏不满,屡次侵犯宋朝边境,而宋朝始终无法消灭这股割据势力, 党相族壮大后,辽,宋两国先后册封李继谦和李德明父子为夏国王, 而李元浩从小喜欢看各种兵书,还精通汉语,他长大后,英勇善战,屡次带兵打败了土拨,回合等部落, 李元浩从不甘心附送,他曾这样对父亲说,英雄之声,当王伴,李元浩不仅雄才伟劣,而且气度不凡, 据记载,大宋编帅曹伟早就听说李元浩这个如雷惯耳的人物了,在一次偶然机会,曹伟看到了李元浩画像时, 顿惊道,这是英雄人物啊,恐怕日后将会是我们大宋的强敌, 结果曹伟真的一语成谶,西夏王子建立西夏, 1032年,李德明去世,李元浩继承了西平王的爵位, 他决定一展宏图,实现自己的夙愿, 第二年,他就以庇父会为名,改用了新的年号, 之后便开始建宫殿,设置文武大臣,定法制, 冰制,创建了西夏民族自己的文字,西夏文, 还设立了许多学校,培养青少年习文弄武, 慢慢构筑出一幅国家的蓝图, 还颁布了突发令,带头剃光头, 耳垂重还如有不从的格杀勿论, 此外,李元浩曾多次改姓, 他自称是北魏拓跋式的后人, 原姓拓跋,唐朝次姓李,封西平王, 之后,李元浩曾改姓为名,自己更名囊肖, 北宋朝廷则赐他姓赵, 为了壮大自己势力,李元浩大力招募精英, 并重新设置西夏官员等级和职责, 1038年,36岁的李元浩正式称帝建国, 建立大厦,建都兴庆, 因为大厦处于西北边,故称为西夏, 西夏建国顿时引起了宋仁宗的重视, 宁编将时刻留意西夏国的动静, 李元浩本来就不甘心赴宋的, 这下更怒不可遏,正是与北宋撕破脸, 1041年,李元浩果然亲率十万大军男亲, 当时,北宋军在西北的边防兵分散在几百个堡垒中, 由不同州的人马指挥互相之间缺乏配合, 再加上这些宋军常年驻扎在堡垒中, 很久没打过仗了,缺乏实战训练, 西夏的骑兵统一受一个人的指挥, 指令迅速准确,军队行动灵活, 所以只要西夏兵与大宋兵打起来, 宋兵常常赤败仗, 1042年,西夏军与大将葛怀敏又在定川寨交战, 宋军再一次战败,宋仁宗希望能招服李元浩, 被拒绝了,在李元浩的带领下西夏一度强盛, 不过西夏国内部也不平静, 李元浩常年四处征战, 导致国苦亏空,百姓生活困苦,怨声载道, 还因此编出了石不如等歌谣来反对战争, 后来,西夏国与辽国产生了矛盾, 为了避免两面受敌, 西夏不得不与宋朝一和, 1044年,宋朝和西夏定立庆立合议, 两国出现短暂和平, 双方约定, 西夏向宋朝称臣, 以臣子礼仪对待宋朝, 宋朝封李元浩为夏国主, 承认其限有领土, 每年赐给西夏若干银两卷博等物资, 就在西夏与北宋握手沿河时, 辽国就开始担忧了, 若西夏和北宋联手攻打他辽国, 那辽国岂不是岌岌可危, 宋下一城, 辽夏二国便开始大打出手, 1044年10月, 辽兴宗亲率三路十万大军, 志得意满的辽兴宗于是挥师在尽, 涂灭夏国, 而精明的李元浩一边撤退, 一边兼比青野, 后来,辽军被李元浩一举击溃, 李元浩接连巨大军事胜利, 但长四年征战, 导致民穷裁净, 李元浩只得在与辽握手言和, 至此, 宋朝、辽国和西夏之间恢复了平静, 天下形成了北宋、西夏、辽三足鼎立的局势, 李元浩凭借一己之力, 将西夏小国积身于强国之列, 并延续了近二百年, 他的本领不得不让人佩服, 难怪, 史书上对他的评价极为颇高, 戒发用兵, 无能折其强者, 然而, 就是这样一个能争善战, 雄才武裕, 有文化的国君, 性格却有许多致命的缺点, 西夏国君的另一面, 李元浩继位后, 用了整整六年时间, 清除内忧外患, 改革军事制度, 为自己称帝, 做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, 但李元浩也有令人可怕的一面, 他生性暴虐, 且多疑, 哪怕对至亲, 他也从不守软, 其一, 对自己的舅舅和母亲下手, 1034年, 李元浩即将正式称帝的关键时刻, 舅舅山芋为量, 却反对李元浩称帝, 在党项境内山芋为量势力很大, 李元浩本来就瞅着舅舅不顺眼, 现在舅舅还劝他不要称帝, 不要跟宋涛翻脸, 李元浩一听, 我舅舅太该死了, 我得宰了他, 于是, 李元浩就把舅舅的从地找来, 让他告发哥哥谋反, 人家是哥俩, 所以这个人赶紧去告诉山芋, 山芋一听, 一身冷汗, 三十六计走围上, 只能跑到宋朝, 山芋为量逃到宋朝时, 宋朝边境的支州一看, 咱要一接收, 不就逼返李元浩了吗? 于是, 宋军边将把山芋一架, 捆绑送还给李元浩了, 这下不用找借口, 全国上下有目共睹, 山芋为量, 竟然叛国投敌, 李元浩把舅舅绑在树上, 乱箭把山芋父子射死, 舅舅和表弟都被干掉了, 李元浩接下来想, 是不是应该把我妈也干掉呢? 越想越觉得, 得太应该了, 于是, 派人把亲生母亲用毒酒毒死了, 毒死母亲之后又琢磨, 我有一个妃子魏牧士, 也是我表姐, 是不是也该弄死呢? 而且不光把这个妃子弄死, 还得把魏牧士一族杀光, 斩草不出跟哪行, 但因他当时已身怀六甲, 李元浩只将魏牧士软禁, 暂时逃过一劫, 其二, 将长子投入黄河淹死, 魏牧士心真大, 都到这份上了, 也没抑郁, 孩子顺顺当当就生下来了, 这可是李元浩的第一个孩子, 而且还是嫡子, 他应该喜爱才对啊, 可后非也历世, 故意在李元浩面前说, 这孩子长得一点都不像你, 元浩一听, 越看越好像, 顿时怒从心头起, 立即下令把魏牧士, 和刚出生不久的孩子, 投入黄河, 活活淹死了, 都说虎毒不食子, 但李元浩诛杀自己的儿子, 就像踩死一只蚂蚁那么随便, 李元浩的残暴可见一斑, 更可怕的是, 李元浩诛杀的不止魏牧士, 是母子, 次子三子也未能躲过, 其三, 将次子尘河淹死, 吓死三子, 元浩还有一位妻子咪咪士, 刚嫁给元浩, 不久就被咽弃, 独自搬到夏州的王亭镇居住, 生有一子名叫阿里, 不知为何, 李元浩并不喜欢他们母子, 阿里成年后, 身为母亲所受的不公遭遇感不满, 对元浩怀恨在心, 于是聚众谋反, 图谋杀掉元浩, 结果被族人鄂三格告发, 李元浩派兵捉住阿里后, 将其尘河诛杀, 并派人去王亭镇, 赐死了免尼氏, 三次是以野利氏的儿子, 皇后魏牧士被淹死后, 野利氏成为皇后, 之后生三个儿子, 李宁明, 李宁令歌, 李薛李, 作为嫡长子的李宁明, 出生不久就被立为太子, 李宁明聪慧好学, 身名大义, 宽厚仁慈, 喜学如, 道, 但元浩嫌其书生气太重, 缺少君王之气, 一天, 李元浩问李宁明, 什么是养生之道, 宁明达, 不是杀戮, 李元浩又问他, 什么是治国之术, 李宁明达, 莫善于寡欲, 李元浩心生厌恶, 说, 这小子胡言乱语, 不是成就罢业的制裁, 后来, 宁明随定仙山道士陆修皇, 学习碧古法, 而走火入魔, 李元浩对他更加厌恶, 不许他入见, 李宁明因此而心生恐惧, 不多久, 因为修道弃武而死, 李宁令歌, 外表酷似李元浩, 性格骄横霸道, 但李元浩对他十分宠爱, 李宁明死后, 也立皇后请李元浩立李宁令歌为太子, 公元1042年, 李宁令歌被立为太子, 从小被骄纵惯养的宁令歌, 更是有恃无恐, 为所欲为, 其次, 将四子妻子占为己有, 李元浩除了暴力之外, 还有强夺别人妻女的嗜好, 公元1047年, 四子宁令歌长大成人后, 李元浩为宁令歌, 娶党向大族梅宜街山的女儿为妻, 成婚当天, 他见儿媳妇年轻貌美, 楚楚动人, 按纳不住, 也不顾得什么人伦刚长了, 将儿媳妇强行纳为自己的妃子, 宁令歌虽恼羞成怒, 但不敢发作, 父子从此反目成仇, 此时, 李元浩只顾沉浸在温泉乡中, 却不畏察觉大夏的危机即将逼近, 李元浩怎么死的, 说到李元浩的死因, 还得提到另一个女人, 梅藏室, 梅藏室原本是野力皇后兄长的妻子, 她的亲嫂子, 只是后来却变成了李元浩的第三任皇后, 说起野力皇后两个兄长野力望荣, 野力欲起二人, 堪称西夏建国的大功臣, 跟随李元浩南征北伐, 立下赫赫战功, 北伐宋军时, 两兄弟让宋军吃了不少苦头, 宋军对两兄弟是恨之入骨, 但他们配合默契, 英勇好战, 宋军根本干不过他们, 就此时, 北宋儒将总是恒, 想出了一招离间计, 他故意到野力兄弟不诈详, 并派人给野力兄弟送一笔财物, 让李元浩以为野力兄弟被宋收买, 一怒之下, 下令诛杀野力族, 至于没藏事, 因为到娘家串门去, 才躲过一劫, 后来李元浩得知是自己误杀野力族, 便派人四处寻找野力士的幸存者, 于是找到了梅藏事, 李元浩原来是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, 但见到寡妇梅藏事之后, 顿时色心大气, 将梅藏事占为己有, 鉴于身份的尴尬, 野力皇后极力反对与亲嫂子共事一夫, 李元浩觉得也说不过去, 只得将梅藏事送到戒谈院为宜, 谁知, 李元浩一直惦记着梅藏事, 对他的宠爱有增无解, 两人时常在寺院优惠, 之后,梅藏事生下一子, 这是李元浩第六子, 名为李亮座, 然而, 随着李亮座到来, 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, 首先, 野力皇后先是其兄长被李元浩冤杀, 又发生夫妥子妻, 割嫂的丑事, 自己也跟着失宠, 于是心生怨言, 李元浩文之后, 直接废掉了野力皇后, 将其扁往别宫, 下令不准再见, 接着, 梅藏事被立为新一任皇后, 之后, 梅藏事一族崛起, 墨藏俄旁被提拔为国相, 成为一首遮天的重臣, 再有就是太子宁令歌, 从妻子被父亲占为己有, 又失去两个得力助手舅舅, 接着母亲又失宠, 他一天到晚过得简直是提心吊胆, 生怕哪天也得罪了父亲, 他的太子之位也不保了, 就在这时候, 梅藏俄旁, 乘机挑唆年轻气盛的宁令歌, 去刺杀李元浩, 并保证事成之后就拥立他为王, 然而, 早就对父亲产生怨恨的宁令歌, 居然答应了, 公元1048年, 元宵节这一天, 宁令歌约耶利族人浪烈等潜入皇宫, 趁附近李元浩与朱飞饮酒作乐, 大醉回宫就寝时, 突然辉歌向李元浩赐去, 李元浩躲闪不及, 鼻子被削掉, 李元浩大喊一声, 有刺客, 侍卫们立刻蜂拥而至, 宁令歌在浪烈的拼死掩护下, 惊慌出逃, 躲到了梅苍鹅宠的府上, 浪烈则被侍卫砍成了肉泥, 李元浩鼻子被削, 血流如注, 疼痛难忍, 加上又听说是自己最宠爱的太子干的, 心中更是气恼, 第二天便弃绝身亡, 年仅46岁, 就在宁令歌做着皇帝美梦时, 梅苍鹅旁突然以刺杀皇帝的罪名, 立即逮捕了宁令歌, 连同他的母亲耶利氏, 以弑君之罪一并处死, 之后, 由李元浩年仅一岁的幼子李亮座继位, 为下一宗, 由于皇帝年幼, 朝政只能交由太后和国相持政, 此后, 西夏落入外妻手中, 最终将西夏带入了一段外妻善权的黑暗岁月, 李元浩是个传奇式的开国之主, 他开创了西夏的辉煌伟业, 也因暴虐荒淫而埋下王朝衰亡的恶果, 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, 但最终却以悲惨的方式结束, 李元浩的缺点和致命, 在于他试杀成性, 多以残忍, 又迷恋女色无法自拔, 这导致他处心积虑地杀害亲人和臣子, 招致所有人的怨恨, 又滥用权力满足私欲, 导致王室内乱和权力斗争, 李元浩原可成为一个英明的君主, 但他无法约束自己的人性恶习, 终致腐败堕落, 自取灭亡, 李元浩的悲剧, 给后人以深刻教训, 权力若不受道德约束, 最终将自取灭亡。